请喝茶 请放长 圣教集请翻到369页 第一大门第七章 明三生三土 总共有五番问答 我们昨天学到了第三番问答 这是世家如来 暴圣暴徒在何方 翻到370页 那其中有个说 非断我出此土 一切如来皆出此土 这些正义 那昨天我们留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说我们何必要 只要能到极乐社就好了 何必要分暴徒化土呢 第二个问题就说 这里讲阿弥陀佛的净土 为什么要把释迦牟尼佛 也放进来呢 这两个问题 要辨别暴徒 这是我们不管道处大师 还是上导大师 都非常尽力地 来说明的一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细节问题 在我们净土中当中 因为佛的境界 都是超越凡复的想象 你要一一地变得清楚 凡复没这个力量 所以有些就不变了 但是有些呢 是大关节的要说清楚 像这里暴徒化土 就要说清楚 那么暴徒呢 如果是暴徒 那我们往生的境界就高 利益就殊胜 这样呢 就会引起大家 喜悦之心 另外呢 如果是暴徒的话 一般的判断 所以有几个 第一个显示他净土的殊胜 第二显示这个净土殊胜的 往生的原因 一定要靠佛力 那你自己怎么能 怎么能够到暴徒呢 我们都是凡夫 罪业深重 那么 第三 就是说 因为靠佛力的缘故呢 凡夫也能往生 第四呢 因为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说明暴徒 才能增长我们的信心 因为如果是画图的话呢 可能反而没有信心的 因为这是要靠你自己力量去去的 那么这样呢 你就 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啊 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等等啊 有这些疑问 所以一定要分辨清楚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这第四番问答 对于我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啊 就有答案了 问曰 古音金云 阿弥陀佛有父母 明知非是报佛 报徒也 他仍然还是不承认 是报佛 报徒 所以呢 他又拿出一个经证 就是说我们说话 不是自己提 就是我们反对对方的意见 也是有规则 就是也是以佛的经文 作为证据 就是我自己说 你说我不同意 那你不同意理由在哪里呢 你自己说不行啊 那你看 你都信佛吗 那都信佛 我就用佛经跟你说啊 古音经理说的 阿弥陀佛有父母 那这怎么是报佛报徒呢 这有父母 就是跟凡人差不多啊 报佛报徒 是佛的净土的境界 那就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境界了 所以大约 子但文明不询经就 不询 不究询经旨 致此疑 可谓措置毫里 措置毫毛 实至千里 子呢 就是一个 禁称的词 子就是你 对方啊 古代呢 用这个词代表是禁称 说您啊 只是 一个肤浅的概念 只是听说呢 这么一回事 明就是一个名相 一个名字 说阿弥陀佛有父母吗 不究询经旨 我们看经典 也用经典这是对的 不过呢 要仔细的去 推寻 探究 这本经的宗旨 它说的真正的意义 因为你没有这样做呢 只是 浮表的 看了这样的文具 所以呢 有这个怀疑 可以说呢 你就是 挫着毫毛 你说他 那个不正确 对吧 他也引赢了经文 但是呢 就这里啊 稍微一点错 就差了千里了 底下呢 先是 呵斥他 接下来呢 来解释 让阿弥陀佛一具三身 阿弥陀佛啊 也具有三身 佛具有三身 就法身 报身和化身 像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辞土 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 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叫西大多 父亲是国王 这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我们能看得见的 那么像我们一样 生到80岁 然后呢 涅槃了 那么这种佛的信 这种佛呢 视线就是化身佛 那阿弥陀佛的净土呢 是报身佛 佛有三身 一切佛都有三身 那么报身佛呢 还有法身佛 法身就是诸法事项 就是一切法 它的本体 佛教来讲 就是真理的本体 就一切万法能够存在 它有它一个根本的 一个体制 比如说我们 如果科学来解释 就说一切万法 你看呢 花红柳绿的 当然它都是由分子 原子 最基本的物质来构成 或者说是能量来构成 但是佛法来说 那一切万法 它都是佛性 都是法性 这个呢 是不可知 不可见 不可分别 超越言说 这些呢 是我们中国道家 就是说道 道的存在 当然道有道的这种 表述方法 那佛法讲的就是 真如实相 这是法身 法身它本身没有 教化众生的作用 我们说一花 一叶一如来 一只花 就是一个世界 一片树叶 就是代表了佛的法身 但是你 你不能像这片 树叶学法呀 它也不能就读你呀 我们说 这个桌子板凳 都是法身的体现 可是你仍然 得不到利益 所以法身 它是击灭的 你要证悟这个法身 你才可以得到利益 所以法身 本身没有 教化众生的功能 那么诸佛出世 诸佛就说了 诸佛出世不出世 法身常而如是 就是说佛没有说 我成了佛 所以我创造这个世界 没有 佛说一切世界 本来如此 那么佛没有成佛之前 法性仍然是击灭的 真理仍然是这样的 显现上的世界 仍然是这样 但是人家不了解 真理的这个状态 那么佛之所以成佛 是要透露了宇宙的真理 然后把它说出来 所以诸佛如来 出世不出世 这一些法本来就如此 所以佛没有贪功说 我度了度了众生 我创造世界 都没这样说法 那么报身呢 是佛他自己修行 因中万行 感得的果报 这是佛本身的境界 他本来的存在 就佛他本身 是无量寿 报身都是无量寿的 也有无量的光明 那么这样的境界 我们凡夫并不能 去看得到 我们并不能感悟到 这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我们眼睛的可见光的 光波光段 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还有很多 超越我们这个眼睛的 这个波的范围之内 但并不但不存在 那你可以通过科学仪器 就能够观测到 像声波也一样的 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我们才能感知到它 据说这个眼 这个光线啊 超过我们能看的 还有十万亿倍 我们自己看的 非常非常短的一小部分 那么心灵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心灵能感知的 因为眼要好 耳要好 它是靠心的作用 我们的心灵能够感知到的 世界的范围 是非常非常的狭窄 那么超越这个之外 比如暴徒的境界 十方诸佛的境界 我们没办法去了解 对我们完全是黑暗的 那不代表它不存在 那么这样的话 佛在暴徒的境界 它怎么来度化我们呢 我们看也看不见 我们够也够不着 所以它要化身 化身就是这个不可见的光 它成为可见光 让我们见到 不可见的佛的暴身 成为我们可见的 这个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让我们见到 那么一旦成为化身呢 它就要以我们的规则 因为我们所见的范围就这样 比如说你不可见光 你这个是什么样的 辐射的能力 你成为可见光 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就这样 所以它一旦显现为化身佛 那就跟我们一样 显现生劳病死啊 等等这一切 但是它内政的功德呢 是报身佛 所以这个佛有三身 这三身呢 它是利益众生 各有不同的 那像报身佛 如果我们政务菩萨的 无身法人 你就可以见到报身佛 就是你的境界 就跟佛相应了 才能见着 那我们凡人呢 见不着 见不着的 这个化身佛 那下面就说了 说阿弥陀佛也有三身 一切诸佛都有三身 法报化这三身 来利益众生的 极乐出现者 即是报身 因为极乐是净土 在净土出现呢 是报身佛 经验有父母者 是会土中 事先化身父母也 说你这个经文里面 讲的那个父母啊 他也有报身 也有化身 这有父母不错 但这个父母呢 是事先有化身的 那底下说了 一如释迦如来 净土中 尘其报佛 那么昨天说到了 释迦如来 在无神国土 过此世界 四十二亿横河沙佛土 过这个西方 你过过四十二亿横河沙 一个横河多少沙呀 那个最超最大的超级计算机 都算不过来 横河是六千多公里 每边的四十里宽 全部都是非常细的沙子 这沙子 你看你怎么算吧 一把沙子 多少多少亿 这是横河沙 四十二亿横河沙佛土 这这么远 那么一个佛土多大呢 这佛教讲的 跟我们其他宗教讲的是不一样 佛教讲一个佛的世界 就三千大千世界 这大的就是惊人 这种佛教的宇宙观 还有时间 还有观念 让我们听起来 可以讲叫瞠目结舌 瞠目结舌 眼睛正大 舌头都要扎起来 我们最小的 最小的一个单位 叫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我们现在是人 这个地球 我们地球还不算是一个小世界 我们就姑且说它是一个小世界 那么一千个地球 就一千个有生命居住的 这么一个空间 是一个小千 一千个小千世界 是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大千 一千个中千世界 是一个大千世界 那这样的话 那比我目前发现的宇宙范围 还有广阔 我们宇宙目前还没找到 只有一个地球 说哪个行星有生命 说可能有 要找到一千个 才能构成一个小千 所以呢 那时候 银河系了 生活宇宙 那差牢了 差太远了 那么这样的佛教的宇宙观呢 跟现在的 最起码 比如科学再怎样的发达 它越发达 才能够越下了解到 佛教的宇宙观的广大 那么如果说是 其他宗教可能就被 这种科学的发展 弄得哑口无言 因为在其他宗教当中 顶多就讲天上的事和地下的事 现在人家 飞船都上天了 就到哪了 这远远超过你的界限了 比如说有的宗教认为说地球是宇宙的 以前就是地球中心说 地球是这个中心 太阳没在地球转 但是佛教也从来没这样的说法 那科学的发展说不对 太阳是中心 那佛法当中没有这些 你再怎么发达 它早着呢 你们还早着 十万一国土 你还没发现 那么这里说什么呢 就是说 用这个来比喻 用释迦牟尼佛 就是阿弥陀佛有化身 这个有父母 这是事先为化身 一如释迦如来 净土中成其报复 印来此方 印就是印线 印就是感印 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 天上的月亮 在天上 那么我们一盆水 往那一放 它就印来此水中 月亮是不用来的 但是这个月亮的影子 啪就印来了 就印 印就是感印 所以佛来 他来这个地方 他并不需要人真的来 叫如来 如就是说不动 来就是呢 印线 所以这种境界呢 如来这个词 你一听就知道 他是不动而来 他虽然是在净土 真理的本身的境界 如如不动 但是可以印线 十方一些国土 也可以印线一些终身心 所以我们说 这么多人念佛 那佛忙得过来吗 怎么忙不过来呢 天下这么多水 你说他月亮忙得过来吗 月亮还是个无情之物 对吧 他自然的这种 就这样 所以叫 这个千江有水 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 那么佛度众生呢 是很巧妙的 要印来此间 那么什么叫印来呢 这个地方 这比如我们娑婆 地球南京腹地世界 众生的因缘成熟了 历劫以来 跟释迦牟尼佛 这个缘分成熟了 他这样的就有种感应 这种感应呢 自然就来了 现在讲了话也很简单 现在这个 现在的科学 比如说这个量子纠缠的理论 量子纠缠呢 它是很好的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佛法 比如说 就是你在这两个世界 再怎么远 这两个地方呢 有两个量子单位 你在这里夹怎么动 以那里同时去动 它没有时间的这个差距 没有时间的差距 如果是光的 光的运行的速度 仍然是有时间差距的 但是在我们佛法当中 就是说同时 叫做不动变质 就是说 佛他要度众生 他不用动 但同时在任何世界地方 就显现出来 那我们很难理解 但现在如果 量子的理论 你就可以理解 那量子就这样啊 在那里动 这里同时就动了呀 然后呢 这个量子当中 有个叫量子坍缩 量子坍缩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世界 整个的世界 它有无穷的可能性 比如说 这只猫在这里 或者这个人 它可以同时死的 也可以同时活的 这我们也很难理解 它可以同时在这里 也可以同时不在这里 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以佛法来讲 完全可能 当然我们世界的经验 是无法理解的 那么这样 就是说 什么叫量子坍缩呢 就是说 你这个整个的世界 当我们人一旦关注的时候 我们一旦投入 我们的关注 有了观察者 这个世界呢 就成为我们观察者 所看的一种样子 它就好像东西 摊下来 缩下来 如果你没有观察之前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 一旦观察之后 加入了你的主观认识 它就成了这个固定的样子 所以说 世界 我们看的世界是这样的 但是是不是世界 真实就这样呢 佛说 未必如此 但是科学现在也这样说 科学已经过了 两千多年才这样说了 所以佛在经历说 有一个叫一水四溅 一个水 佛说万法是空性的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的境界是什么样 你才能看见 是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只是你看的事实 是这样而已 所以世界呢 你看的是 你说看的 观察的这个样子 世界的本来 未必是这个样子 它的本来 它根本的体制是什么 就是空性 也就是光明藏 或者如来藏 这是佛法里面 专用的名词 或者说真如 或者法性 或者极灭 这是呢 宇宙的本来状态 但是我们看到的状态 是应着我们这样的 众生的心的频率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感管 比如这个水 那我们人看上去呢 就是水 液体的 可以喝 那么佛经说 如果恶鬼看上去 恶鬼到中看的 就是血 火 如果他要来 要来这个 喝水的话 马上就变成火了 烧了 那如果天人看上去呢 就流离地 流离的 它是可以运动 可以做 非常的庄严清静的 那么如果鱼呢 鱼看水呢 像它的家 它比如说 有我们这种水的感觉 没有的 它在那边呼吸 它在那边运动 都一样 所以这简单说 一水四溅 有四种不同的见解 那么这种溅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 心的频率 不一样 那么我们对净土和画图一样 比如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来看 当然就是秋坑 有火山爆发 有海啸 有种种无常变灭 甚至雾霾等等 这样的空气 宇宙空间的变化 那如果是菩萨来看 那又不一样 如果天人来看 那又不一样了 那释迦牟尼佛 当然他如果 估计我们凡人 他就是看一样 所以在法华经里边 法华经里边呢 也有弟子就是不服 就说释迦牟尼佛 人家佛的国土 都那么庄严 怎么你的国土 这么的秋坑遍地啊 沙基啊 沙漠啊 也不庄严呢 释迦牟尼佛说 你真想看我的国土吗 释迦牟尼佛说 这是你们的国土 我是到这来 到你们家来做客的 这不是我的地方 那你想见 我的地方国土神庙吗 那我们想见 释迦牟尼佛 叫做呢 足指暗地 海印放光 这是佛教里边 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 就是用大脚趾 人家释迦牟尼佛 坐在地上 大脚趾往地上一按 然后当时 马上整个的世界 全部都变了 这种神通力 让当下的弟子 也能看得到 整个世界全部变成 琉璃啊 跟极力世界一样 那种庄严 哇 那肯定就是鼓掌了 欢腾起来了 像说看完了 大指头一放 神力一收 这个世界又成为这个样子 又成这样 这就你们家 你们家就这样 大现世界无奇不有啊 这是超越我们的想象 不可以我们自己的 这个眼皮之剑 来衡量诸佛境界 前面道士大爷说了 以有爱之 以有爱之实啊 来测量测度 无爱之志 这个呢 肯定是不灵贯的哈 如果我们有爱的智慧 要去推论佛的境界 那么佛也说 不要凡夫啊 不要来推测佛的境界 如果要推测佛的境界呢 可能会着魔发狂 有很多人修行啊 就在心中很焦躁的 想去推寻 这个不是我们的推寻境界 佛很善于打比喻 说一个人 如果要去测量佛的境界呢 就好像拿着一把尺子 去量虚空一样 那你从哪里开始量呢 量到什么为止呢 到底能不能量境呢 没办法量 因为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思维都是固定的 就是我们是逻辑性的思维 我们是一种概念性的语言 那么以我们的概念性的语言 逻辑性的思维 要去测度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不可说 它是超越逻辑性 是也不可说 不可思 不可意的境界 那么你用这个固定的一个尺杆去量 就像虚空一样 那你从哪里量呢 量到什么时候为止 这个完全没法量 佛说空亡 空性 那我们这样的思维 这样的话 我们没办法去思维 我们没办法 所以禅宗也好 这个真正的佛法将不二法门 你就是心思语言所不能及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还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回答了我们上面的 昨天提了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讲到释迦摩尼佛呢 是以释迦摩尼佛的 报身 来证明阿弥陀佛的报身 是以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来证明阿弥陀佛有父母 是要说明这一个 同时呢 也是要说明释迦摩尼佛 他是要报身引墨像 他在无神国土是报身佛 但是呢 引墨这里呢 成为化身 他是有这样的逻辑关系 并不是放在这里没有意义的 关于 释迦摩尼佛来此苏普世界 也有在上大师五部究卷里边 也有几处说到 756页 诸佛大悲心无二 方便化门等无书 舍彼庄严无圣徒 八项视线出言符 这四句呢 就讲释迦摩尼佛 诸佛慈悲 大悲心是没有差别的 都是大慈大悲 怜悯众生 救度众生 但是他们呢 教育方便化门 以种种方便来教化众生 这也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由于这样的缘故呢 释迦摩尼佛舍彼庄严无圣徒 庄严无圣国土 八项视线出言符 八项就是视线呢 驻天公相 然后呢 驻胎 出胎 这就叫八项视线 跟人一样 然后出家 要结婚 出家 修道 正道 树下 这个祥谋 菩提树 然后视涅槃 有八种 八个过程 臣佛的八个过程 叫八项臣道 这八项臣道呢 就是化身佛 化身佛的境界 不可能 阿弥陀佛的净土 还来八项臣道吗 没有不存在这个事 还有父母 没有不存在 再讲922页 922页呢 也是讲释迦摩尼佛的 我们昨天也引用了 观金苏的那一段 大悲隐喻戏话 922页呢 祭颂 波周三昧乐 三界六道苦难停 旷界一来 长默默 到处为闻生死生 这将我们说不世界 然后说 释迦如来 真暴土 清净庄严 无胜事 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 你想想看 我们一个人 你的家庭的居住环境 就和你的本身的 经济条件 和你本身的福德 一样的 那如果你没有 很好的福报 你住不到很好的房子 也住不到很 所以福地福人居 那么释迦牟尼佛 他这样的福报 他怎么可能说 只住我们这样的世界 这想不通的呀 你天人的福报 他叫住天上 玉皇大帝了 范王天 他的福报大 他要住天宫 他跟人间是不一样的 神仙 他修的福报大 他要住神仙的地方 三岛 这么之类的 那就神仙的地方了 那么释迦牟尼佛 他这样的福报 就是福慧两族尊 福报之后 完全圆满 他的净土 当然是清净庄严的 不可能跟我们一样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你在地球上 那富人住的地方 跟穷人还不一样呢 那怎么可能 佛跟我们住一样的地方 那不可能呢 那来了就住你们家的 所以释迦如来 真暴徒 佛做真的地方 是清净庄严 无胜国土 为度娑婆 风化入 八项成道度众生 是为了度我们 娑婆世界 这个苦难的地方 这个不幸的地方 多灾多难的 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他才要分身 化到我们 来入这娑婆世界 八项成佛 来度我们 这两处呢 是上大师引用到的 我们再过来看 看讲义 三百七十页 又如古音身经云 同时呢 道士大师又引用 来证明他 而使阿弥陀佛 与身文众俱 国号清泰 与他的身文弟子在一起 那么那个时候 国叫做清泰国 圣王所住 启程中纵广 十千游巡 哎呀 这个城市非常大 这个城又 纵广就是横数 正方形又多大呢 十千游巡 十千游巡是 四万里 四十万里 一游巡是四千里 四十里 四十 四千 四万里 这一个城市呢 四十万还是四万 十千就是一万 四十万 这大列呢 这个城市四十万里 四十万里一个城 纵广 现在我们说特大 特大型城市 那这一笔算小城市 北京五环六环 大得不得了了 大不得了 又多大 有两百里吗 纵广两百里有没有 这是纵广是四十万里 太大城市了 阿弥陀佛父是转轮圣王 王名月上 母名殊圣妙言 魔王名无圣 就是说魔王就是来干扰成佛的 提波达多名记忆 他也有来障碍这个因缘 这叫记忆 基氏弟子就是他的适者 名无构称 那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基氏弟子是阿难 有上来所隐 并是化身之相 所以讲这些都是化身佛 他才有的这个相撞 若是净土 岂有轮王及臣 女人等也 如果是净土哪有转轮王呢 哪有这个国臣呢 哪有女人呢 哪有妈妈呢 显然没有嘛 此即文艺秉然 何在分别 这些话就说得非常清楚了 你太不仔细去了解 经文说的真实意义了 皆不善寻救 致使黎明生之也 因为啊 你就是 为什么不善寻救呢 因为一个人 他有了自己的见解之后 他怎么看 是按照他的见解来理解 他就不会说很冷静的去 判断 也是因为他也认为 阿弥陀是 这个化佛了 所以呢 他看了这一切都拿来 来反驳 这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经文 我们理解事情 也要多角度 全面 来理解来看 这样才不会 犯片面的错误 这个对佛法的理解也是一样的 有时候你要 很详细的逻辑思维 但是逻辑这种观念 往往在佛法当中是不灵光的 对佛法说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争不解 这个逻辑没法讲不通 说金刚经就说呢 那个是世界 即非世界 是明世界 这个是一个双飞的 就是很典型的金刚经的一个语句的句式 老王非老王 是明老王 也可以 桌子 是非桌子 是明桌子 等等 如来 即非如来 是明如来 这个逻辑怎么能讲呢 讲不明白 这就是佛教这种特殊的表达法 因为 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在佛法说叫做边界 边界就是说 认为非此即彼 不是好就是坏的 那么佛教或者是中性啊 一种就是说 无际的状态 佛法说这个都叫边界 都不是事物的本来状态 所以他使用的叫做双浅 浅飞之法 这是佛教经常所讲的 就是说 我们讲人家非左 他将是右 非右 他将是左 要么就这样跳 跳来跳去 那么佛上我们行为中道 既不是左 也不是右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 有个中间的道路 那么如果非常细的话 这边界的人就很难理解 不是生就是死 佛说不生又不灭 你既没有生也没有死 那是什么状态 灭盘 灭盘我们不清楚 我们没有生就死了 死了就不生了 要么就是 要么有佛教浅似非 我们往后就有四句话 有无 非有非无 既有既无 经常就是这种哲学来辩论 要么是有的 佛说非有 说没有 有那那就无 佛说也不是无 那怎么办 那是有的同时也是无 或者那个同时 既不是有也不是无 这叫四句 这四句在佛法说呢 都是没有意义 我们下看啊 文约第四 这是第四个问答 第五个问答 若暴神有隐没 修习相者 一颗净土有成坏事 这个人啊 就前面这样呢 他已经服了 哦 阿弥陀佛是暴徒 不过他还有一点存疑 他如果说暴徒有隐没相的话 那么净土是不是也有成坏呢 这个时候疑问的时候就比较温和了 他不像以前就直接跟你对干 不是的 这已经基本上服了 但是呢 他还有点疑惑性 这个疑惑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理解啊 不过我试着来说明他 因为在一般的佛教徒的概念当中 佛法的经典当中呢 就说净土啊 是常住不变 那么如果净土有成坏的话呢 那么这有什么好呢 跟我们这个搜普世界也差不多呀 也有成有坏呀 成坏是佛教里面的专门名词 叫成住坏空 对世界的形容词叫成住坏空 这世界我们现在讲地球 科学家说呢 四十几年 已经成了四十几年了 以后叫坏掉的啊 这个在佛教里面并不是新名词 在古代有的宗教里面 就认为这个天地永远存在 佛说这早上呢 佛教成住坏空 叫结 一个大结 多少结之后 这个世界就坏了 成就是他形成 形成然后呢 形成之后不能永远形成啊 开始变坏 而住 住就说这个形成的状态呢 会相续持续下去 叫住 住也不能永远的住 然后就开始变坏 坏之后呢 坏了没有了就空 空完之后 再经过一种姻缘 姻缘到时候 它又会形成 就是不断的循环 叫成住坏空 那么人呢 叫做生劳病死 那么东西呢 叫做生住易灭 生成 住 然后呢 变异 然后灭掉 小到一个 一个菜 一个单体的生命 大到整个星系 宇宙的变化 都是沉住坏空 那么这里说呢 那么如果净土有成坏呢 就是大家对这个 对这个暴土 那他的信心啊 就会降低 那为什么这样隐呢 因为如果暴身 暴身和暴土 是相应的 化身注意化土 暴身注意暴土 那么如果暴身 有隐墨像 那岂不是暴土 也有隐墨像了吗 那么这种隐墨像 如果对于主体的人 可以像是有隐墨 那么客体的环境 气势间 那就成为重患 那如果这样呢 就感觉到心中有所不安 那我们往上净土 也不安全呢 所以这样呢 他就有这点疑问 提下回答他 大约 如丝难者 自古将今 意义难通 首先说啊 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怀疑的话呢 哎呀 从古到今天啊 这个也讲不明白 那么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的境界 以我们凡夫 是很难理解的 他是要说这个意思 所以有的地方呢 呃 我们尽量去理解 那不能理解的怎么办呢 就是 就是就放那个地方 这不是我们境界 我们到了 净土就自然明白了 不过呢 虽然 但是人的根基不一样 有的人说这个问题 你不过解释清楚 我就没办法念佛 我半夜的起来 就我头肚发晕 所以说 虽然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经感引经为证 意义可知 说我道错 我也没有那种智慧啊 跟你讲明白 不过呢 我们还是引用佛经 来作为证明 也是多少可以理解 还是讲这个意思 他怎么来理解呢 譬如佛身常住 众身建有涅槃 净土一耳 体非成坏 随众身所建 有成有坏 前面是用佛身来做比喻 后面呢 说净土的状态 说佛身常住 佛啊 如果佛的报身 大涅槃 佛 你不能说佛跟人要凡人 要死掉了 我们在佛又不讲这个词 叫涅槃 说哎呀 佛老了 死了 那么你成佛 还有什么意义呢 哎老了死了 那么这是在化身世界 显现这样的 那报身佛不掉 佛身常住 大涅槃经就讲 那佛身常住不灭 但是众身建有涅槃 这是众身 你本身来讲 你的境界 你见到佛有涅槃之相 但佛本身来讲 还是常住不灭 这就是报身影墨相 那么净土也是一样的 就是净土 它也是常住 它体非成坏 它的本体体质 它的本质 是没有所谓的成和坏 是 永恒相续 因为真理的显现 就是佛的暴土 它是真理的显现的世界 那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从本体来讲 它虽然也是真理的显现 但是呢 是凡夫共同的业力 染污的业力所显现 它没有顺着真理的 法性的本体来显现 所以它是这种虚妄的显现 那么这种虚妄的显现 当然就有成就有坏 可是 诸佛如来的净土呢 是随顺法性 不一二地 由于它清净的愿力 随顺法性的修行 积累的无量的功德 所显现这样的世界呢 是随顺真理的世界 所以 那么既然是真理 它就是永恒相续 常住不变 但是我们凡夫呢 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建有 净土的本体不坏 那我们建有成坏 我们建了它 有成有坏 所以呢 这个来 跟它作为沟通 所以你即使建有成坏 不代表净土本身体有成坏 那么体没有成坏 因为凡夫呢 我们所建的就有成有坏了 这个显示呢 你不要担心净土啊 跟我们作破的晦土是一样 不是这样的 如花眼睛云 犹如见导师 种种无量色 随众生心形 见佛差亦然 见导师就是见佛 犹如像我们见佛 是一些众生的导师 引导我们 从苦难走向幸福 从迷茫走向觉悟 从此岸走向彼岸 从生死走向涅槃 佛是引导我们 佛并不说创造我们 也没说要惩罚我们 佛说你跟我平等 你也有佛性 只是你被 这个贪生的烦恼 被无名所障盖住了 那现在呢 我引导你也走向 佛的境界 如来如来 像我们见导师一样 种种无量色 我们见导师 就是我们见佛 是不一样 比如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就是在化身佛 在世间的时候 见的人也都不一样 有的人见释迦摩尼佛 就叫做 杖六叫做黄面比丘 现在跟我们凡人一样 是一个黄面孔的 一个出家人而已 有的呢 天人见呢 那就不一样 放光的 等等等等 不一样 我们不讲释迦摩尼佛 就是佛指舍利就不一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可能我们没有这样机会 就是到这个 现在法门寺那边 还有佛指舍利 包括 林波 林波有这个 也有佛的舍利 有佛舍利 在 阿玉王寺 有佛舍利 那么这个佛舍利 你去拜的时候 每个人见是不一样的 业障重的人 你去看啊 你看是黑的 就拿着看 里边那个舍利 你看是黑的 如果你看到黑的 说明你业障特别重 估计我们都是业障重的人 然后你随着你看 有的人看的就是别绿的 彩色的透明的 有人看的小小粒 有人看的很多粒 有人看很多 这个 那么像 谭曲法师啦 虚云法师啦 这些我们近代的法师 他们个人看都不一样 甚至有的人看的 也跟我们一样也看了 要灰不拉揪的 然后呢 就很忏悔 如果我一让他重了 就在那使劲磕头 忏悔呀 再来看 颜色就变好了 我说变了黄色的 有人看金色的 有人放光的 那这就是正 这就是 你是什么样的心 你见的什么样 这就是显示你的心 所以呢 见导师这样 那么随众生心形 随着你的心和形 心形 放在一起 你有什么样的心 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你有什么样的行业 就会熏染你 你什么样的心 心是种子 行就是起现形 如果我们内心 纯善柔软 那么他的言语 动作 给别人的感觉 就很温暖慈祥 如果内心很这个 利 很这个杀气 那么他的行业 就完全不一样 好像释迦牟尼佛 过的时候 不就有这个例子吗 有一个鸽子 一个鸟 非常惊恐 飞来了 那么在 因为佛陀带了弟子 就是说去托伯起食 这鸽子落在 舍利弗 就是阿罗汉了 都已经是烦恼断尽了 但是鸽子在 阿罗汉的影子当中 还是 抖 就是恐惧 他被鹰所赶 鹰赶了他 鹰抓他 这鸽子很恐惧 但是佛的影子 佛的这个身影 一旦投上鸽子以后 这鸽子立即就感到 非常的 安慰 安稳 所以你看这圣人呢 他这种 德化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的心 一定会显现周围 我们现在 就是周围一个信息场 那有的人一来啊 你就感觉到 就是毛骨悚然 你比如说 你遇到一个恐怖分子 那来 那能一样吗 不一样 那我们泄民那么敏感 我们说敏感 如果你坐飞 坐上这个公交车 今天这车上 有一个恐怖分子呢 那你肯定感觉到 哪里不舒服 你就下车了 有的时候啊 这个人呢 就是心形不一样 给大家感觉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的心形 对外面的世界 见的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 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像我们 杜福写的诗嘛 什么 赶时日花见泪 恨别鸟金星 对吧 赶时 就是啊 他这个对这个时局 非常的赶上的时候 你看见这个花 花上面 比如我们看一朵莲花 我们心情很好 看哎呀 这个莲花出乎你而不然 这个雾水不能够沾染它 你看多么的晶莹剔透 但是如果这个时局 非常的 就过破山河在啊 这个这种家破人亡的状态 众生呢流离失所 那么你赶时花见泪 你看这个花 早晨看这朵花 你看上面花的露水 你都欢喜不起来 说哎呀 花都哭了 这是你的心 你的心形 引起你对世界的一样 恨别鸟金星 对于这个生死离别 内心呢 有悲悔 这样那么小鸟叫再好听 你心里面感到很惊恐 是吧 所以我们的心呢 就会对我们的世界 就会变 那么如果我们心情很好 你出来看 哎呀 哎呀 这么好 这么好呀 很高兴 对吧 所以你心情好 你看的世界都不一样 那我们当然了 到了净土 我们见了佛 我们心情最好的 我们看到世界就不一样了 事故净土论云 这底下引用道 这个净土论呢 有好几种净土论 道安大师有净土论 还有家财大师 唐朝的也有净土论 道安比较早 那我们 我们这个 他伦大师的往生论 著 也叫净土论著 就天经菩萨的往生论 有时候也叫净土论 那么这三句话呢 比较难懂一些 我们这三句话 先放旁边 我们往底下看 回头我们再来解释 故知 若具法性净土 则不论清浊 若具报话大悲 则非无净会也 法性净土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法身 法身佛 他所据叫的法性土 法性土跟法身佛 其实讲土讲佛 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 语言的对称观念 其实法性土跟法身佛 都是不可言说 都是一回事 那么法性净土呢 不论清浊 没有所谓的清和浊的这个概念 这语言都用不上去的 但如果讲报话大悲 大悲就说 因为如果是法性的境界 不能度化众生 所以诸佛出世呢 要以慈悲性度化众生 一定要显现呢 暴徒的境界 显现暴徒和化土 这个暴徒在这里呢 有两种说法 一个就是暴徒和化土 应该这种说法比较好 另外呢 说呢 是暴徒来度化众生 因为为什么呢 底下说非无敬慧 这里呢 因为谭乱大师的 到处大师思想啊 是以暴徒呢 成为净土 化土呢 成为慧土 所以如果以暴化大悲 暴化大悲中 以大悲心所显示出来的 暴徒和化土来讲 就要分出来 有净和慧的区别 这是他来说的 那么这我们再看前面 这三首记哈 一指不成故 净慧有亏盈 他说什么呢 就是净土和慧土 如果你说它是一个组成 一个成分 一个本质 那这个不行 这个讲不通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净土跟慧土啊 它是不一样的 盈亏什么意思呢 就像月亮 有亏有盈 那么净土 就是它的清净庄严 是圆满的 盈就是圆满 亏呢是亏损 那么它亏损在哪里 就是这个污秽的东西 它没有就是亏的 那么慧土呢 污秽是满的 那么清净呢是亏的 这样叫有盈有亏 那么这个完全显现不一样 这个显现完全不一样 是因为它们构成 净土的世界 和构成慧土的世界呢 它的本质成分是不一样 我这次到美国 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呢 它有个七八七的飞机 有七二七七三七七四七 现在七八七了 七八七的飞机啊 据说你坐这个飞机的话呢 不容易疲劳 如果这个时间差 也很难有时间差 很快就恢复了 那为什么这个飞机 就不容易疲劳呢 比坐七四七的运载量更大 好像就是价钱更高 但是七四七呢 你坐这个飞机容易疲劳 那为什么呢 就因为它们的材料不一样 七八七的飞机啊 是那个碳材料的 七四七呢 是那种金属材料 金属材料呢 是有疲劳性 那么有疲劳性的这个材料 坐的飞机 你住在里边 你坐里面就有疲劳 就是材料给你的感觉 那么七八七的飞机呢 它这个碳材料 轻碳的 它是不疲劳的 当然相对来讲啊 相对在我们这时候 要永不疲劳 它不疲劳 它这个材料不疲劳 那你住进去 当然住进去也就不疲劳了 而且它很轻 它比一般的飞机 重量要轻百分之二十 这样它的续航的距离 就会增加百分之二十 它的燃油消耗 就会减掉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个飞机呢 非常好 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飞机呢 就是它材料不一样啊 对我们的影响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它的这个 显示这种 比如说地能耗啊 续航长啊 是因为它材料不一样 那我们的净土 为什么这样清净庄严呢 与构成净土的本质不一样 这叫唯妙 唯妙四成 什么叫四成呢 就是说构成世界的四种物质 色 我们比较色身相畏处 身意就不算了 身意是声波 就不算 色相畏处 色呢 就是色法 就是原子 这个电子 这个你能看得到的东西 色质的东西 色质就是说 固体的物质现象 色 香 香气 胃 味觉 处就是手 身体碰触的感受 色身胃处 这四成 那么我们在经典说 我们说不实现 这种四成叫粗裂四成 就是非常的粗裂 比如这个桌子 你一碰 哎呀 腿皮割破了 这就会伤害你 这个味道呢 也不怎么香 眼睛看上去色成呢 颜色也不怎么样 然后呢 有障碍 那么天界 天界的色 这个也是四成 比如说你到了玉界天 色界天 它也有 也有物质的构成成分 无色界当然就没有了 色界天 色界天的这种四成 它是清净光明 天然的身体 也不像我们这样 我们的身体就是 地水火风嘛 色尘嘛 浸液啦 汗啦等等啊 这些呢 就是首先是不干净的 那么天人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 天人的宫殿也不一样 它的构成成分不一样 非常的微细 那么天人这些 要跟净土来比 那百千万倍 百千万万一倍 就是一层天跟一层天比 差一千万倍 那么到六一天 六一天再到这个色界 多少层天 十八层天 再过跟极乐世界来比 那仍然差千万一倍 所以极乐世界 它物质的构成 是叫微妙四成 是不一样的 净会有亏盈 这就说呢 不一样 然后第二首 一指不成故 搜缘则明义 好说不一样 说那完全一样吗 也不完全是不一样 一指就说 本质完全不同 它这个也不成立 为什么呢 搜缘则明义 搜缘 缘就是真如实相 它的本体 它的本来最根本的那种性 明就是潜在的 不明显的 一那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是净土还是晦土 它都是空性 它都是法性 它都是光明藏 但是只是我 我们这个凡夫的众生 我们的业力 即使这样的清净光明 那我们业力所感呢 就是晦土 它这个四成 就是粗裂四成 那如果是清净菩萨的 愿力所感现呢 就是净土 那就微妙四成 虽然有微妙四成 和粗裂四成 这样的差距 但是法性 真如 是不变的 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首 第三首说 无之不成固 缘起自万行 无之不成 然后又说 哎呀 净土吗 晦土吗 都是我们的妄想心所限 其实它本来没有构成成分 比如我们做梦 我梦里面梦到有 哎呀 什么上船了 飞机了 难道它还有一个体质吗 是不是啊 飞机也没有飞机 船也没有船 但是净土并不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这个晦土 也不是跟梦完全一样 有时候虽然佛在金中达 比如说如梦幻泡影 但是呢 是要显示它 可以比喻的一方面 它不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并不能说是无值 它是有所值 值就是它有所 这个构成吧 我们简单这样说 所以无值不成固 并不是说 像做梦一样 完全是妄想所限 像我们比如说眼睛 眼睛我们眼睛花了 看一下空中有一个 那个花了眼 乱花跳动 这个就没有值 它怎么跳 那是你眼睛的问题 毛病 但是空中如果有那个游离子 有尘埃 有那种雾霾 它难道跟你这个跳是一样吗 那不一样的 这个跳是完全没来由的 是因为眼睛有病了 因为这个世界呢 是缘起 有种种 不同的缘起 显现了一些万物的存在 净土也是如是 惠土也如是 所以这里边讲了三个 就是净土也好 惠土也好 首先它是有值的存在 并不是无值 那么在有值的存在当中 也分明两种 非一和非意 为什么非一呢 因为 净会有盈亏 有净有会 有盈又亏的差别 所以非一 为什么非一呢 又不完全是 不一样 因为呢 收缘这民意 回去呢 大家把这个呢 再好好看一下 好 今天上午呢 我们就 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